2050年的一个城市愿景 它应该是一个有很好的生活环境 我讲的生活环境 是一个街区尺度的生活环境 基本上就是可以步行的一个区域 因为过去台中都一直被称为 所谓的虚胖的城市 或者过度依赖汽车的城市 所以我希望2050年是慢慢的我们可以减少 对个人运距的过度依赖 那个生活习惯就开始有了一些转变 那我觉得这也是后疫情时代很重要的 就整个大的趋势来讲 其实慢慢的我们会减少移动的次数跟移动的距离 所以为什么现在在欧洲的城市 像法国他们提出15分还20分的城市 其实都是在讲一个 我平常在这个区域里面 我就可以满足我的生活所需 甚至我开始认同这个环境 所以我觉得从移民城市变成一个定居城市 然后变成一个 我们不是故意去说要让人家来投资 是因为这些人喜欢这个地方 他才把他的积累 他投资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城市才可以就是一代一代的去做累积 对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 更多人会喜欢 其实台中的交通建设我觉得已经够了 因为台中的那个快速道路已经四通八达了 我觉得反而不是那样的交通建设 反而不是大交通建设 接下来台中的交通建设应该是要朝向一个小交通的概念 区域型的交通的概念 怎么让这个区域里面的一些步行空间也好 甚至人形的绿带也好 甚至区域内的交通运具 绿色运具也好 然后怎么让这些运具能够安全的上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交通必须要的去考量 基本上博物馆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展示收藏教育推广 甚至有的部网还要企划 现在要办活动 所以这个城市它过去的一些基研是什么 它过去曾有哪些收藏 在社会学里我们在讲STARC是讲一个城市的基研 就是到底什么是可以留下来的 可是也有一些是看不到的 比如说这边的一些工艺之人 当然就文化资产员所谓无形文化财 其实STARC的意义更广 比如说一种人际关系的网络 就是一个城市它们彼此的信任感 当这个阶级区域邻里 大家都开始认同这边 然后开始形成一个社会网络 这个社会网络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STARC 它也是一个基研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到底目前整个台中市的发展里面 某些成绩有基研后来慢慢的视为了 然后怎么让它再输出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每个区域才会开始长出自己的特色 它也才可以吸引喜欢这个特色 它愿意住到这边来 那我觉得它才可以慢慢的形成一个 很适合生活的街区 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题目 试着去把这些不同的区域的场域或者经验 在面对205年的一个都市愿景之下 然后提出一些你们的理想方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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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